歡迎來到JU的頻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CHU 你們知道我狙擊搭媽咪了嗎? 恐龍蛋 很巨大的恐龍蛋齁 包裝還沒吃 前幾天呢我在直播的時候 有種這個迷你恐龍蛋 泡水一天就出土了好不好 給你們看齁 你們覺得 啊啊啊啊啊啊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樣的恐龍呢? 我的褲子濕了 哇塞 這個殼很硬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泡了水他就軟化了 哎呀啊啊啊啊 好噁喔 很像胎盤 出來你給我出來 這個恐龍怎麼弄起來軟軟 哎呀怎麼軟軟的好噁喔 好 這就是今天剛剛出爐的新寶寶 我們還是給他繼續在水裡好了 我覺得他好像還沒有很純熟 而且他好小一隻喔 這個我就繼續泡著 然後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要敷這種大K的蛋蛋 這邊有個很大的水箱 其實這個是保鮮盒喔 他中間有一條線欸 奇怪了他怎麼一巴就開了 好噁喔 裡面是什麼啦 欸? 為什麼裡面有個說明書 你們看這裡面有個說明書 膨脹恐龍 泡水會膨脹 那這個裡面這個狗狗會是蝦 這個也太噁了吧 哎呦 這樣是怎麼樣 該不會 我整個不能動他吧 他繼續給他 哎呦這個也太黏了吧 OMG好像黏巴打喔 我們要把這個恐龍拿出來泡水 不是蛋要泡 蛋泡好像沒有用 欸? 失策了嗎? 因為他這個殼外面是塑膠欸 他這個最好是可以泡水流開 跟我的那一個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要把恐龍 從這個耳爛的黏巴打拿出來泡水 然後讓他變大 對他真的是黏巴打 然後這個是裡面的恐龍 所以我們今天各就沒有要泡蛋嘛 對不對 哎呦為什麼這個黏的我手都是那個 好噁喔 好啊這個就是有兩種玩法 一個就是讓恐龍泡水 一個就是玩這個黏巴打 也有誰要玩這個啊 好啦我們首先先把恐龍都泡水吧 然後看那個恐龍到底能變多大 欸我以為我當媽咪了 我忘記跟你們說啊 這一顆球不便宜喔 我還買那麼多顆 反正我們就來試試看裡面的恐龍 那個時候我在買的時候 它外面還標寫說 就是很夯的一個玩具 一顆49 第二顆 哎呀出土囉 第三顆 第四顆 喔紅色的黏巴打 欸聞起來味道不一樣 啊 欸紅色的欸 紅色的 太棒了 我好像每隻恐龍顏色都不太一樣 這些就是我的寶寶們 六隻 而且他摸起來的觸感 跟我的這個裡面的是一樣的 軟軟的 對軟軟的 很像 很像橡皮擦 目前這個恐龍的大小 看起來就是我的拇指大小 那我是個稱職的媽媽 我要來開始敷我的寶貝龍了 有隻 那我的這一隻小寶貝 也丟進去好了 他應該很好熱 這是迷你蛋的 一起生活喔 哈哈 噓 我的寶貝龍們 似乎生活的不錯呢 然後這個地上就是我的一大堆 捏巴打 我覺得 當媽咪的感覺真的很不錯 養這種寶貝龍的話 基本上你不用顧他 你就是給他一直碰在水裡就好了 什麼食物 什麼照顧都不需要 所以說我們就看幾天過後 他可以長得多大 可是我就是一直給他泡著 然後他大到不能再大的時候 我就會拍給你們看 那就下次見囉 親愛的各位 這個就是放了12個小時的恐龍樣貌 過了好幾天好幾天 我的恐龍出產了 他們的大小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來把我的恐龍拿出來看看吧 嘿嘿嘿 先挑一隻粉紅色的好了 摸起來會是怎樣呢 好大隻喔 對啊他有沒有超小的 他有點像是海綿 吸水海綿 唉唷 好真實喔 他泡水以後 超真實的 而且很Q彈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切斷吧 這個是迷你口頭出生的 他的觸感跟這個一模一樣耶 好扯喔 都很軟 哇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 不容易剝開的 你要剝開他們 可能要拿剪刀剪開 這個很堅固啊 把他曬乾以後 他就是一個很可愛的一種 小玩具啦 我的孩子都出生了 都非常的健康 他們泡了好多天 其實他只要泡24個小時 就大概是這個Size了啦 他不用泡太久 我可愛的孩子們 對就是這麼可愛 好啦我試試把我的孩子解開好了 我們來解哪一隻好了 解這隻一模一樣的 雙胞胎 把他的那個哥哥解開 我想解開看一下 他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們會不會好奇 他解開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嘿嘿嘿 巨頭好了啦 突然間有點殘忍 啊有種嘶嘶嘶嘶的聲音 好痛 哎唷裡面好光滑喔 超滑的耶 哎唷很像水晶寶寶 你再多摸幾下 他就會一直掉很多那個泡泡下來 好啦那我的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很開心有個健康的小孩 希望我殺了那個雙胞胎的哥哥 呦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種恐龍蛋的話 也可以去買一下 一顆才49元 影片結束了 喜歡影片還喜歡 不喜歡還不喜歡 要請朋友訂閱我 我是CHU大家 我們 抱抱靈 訂閱 我需要你的訂閱 訂閱 訂閱 喔